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的第四节 如果遇到了很多的对象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对象怎么调用另外一个对象呢 在学习本次课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次课的内容 在上一次课中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依赖、关联、聚合、组合、还有继承等等 我们也介绍过所谓面向对象的这种设计 实际上就是构建出许多的类 然后呢,获取各个类的具体的对象 由对象与对象之间的交互最终构成整个程序设计 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就会来介绍一下 一个对象到底该如何调用另外一个对象 请大家特别记住哈 所谓的对象在加瓦中一定是先有类后有对象的 我们先会构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的属性和方法的类 再从这个类构造出属于这个类的具体的对象 那么程序的交互呢,是由这些对象之间的交互来完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程序和代码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呃,面向对象的设计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调用是怎么实现的 呃,我们这里就选择student类和teacher类吧 因为现在假设teacher哈,我,我是teacher类的一个对象 就是Cindy哈,是teacher类的一个对象 那么假设Cindy有一个学生叫做Jack 他是student类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我们要构造哈 一个面向对象的学习管理系统 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Cindy跟Jack之间的一个交互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Cindy和Jack这两个对象之间 该如何进行彼此之间的一个调用呢 好,我们就用程序来实现一下 首先哈,因为加娃先有类后有对象 那么我就来构造一个teacher类 teacher类的话呢,有这样的两个私有属性哈 一个是lam,一个是subject lam的话是老师的名字 而subject是老师负责的这样一个科目哈 当然,这个方法是构造方法 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只不过呢,我现在需要一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好的,构造出这样一个构造方法之后呢 啊,我们就来看一下 身为teacher类,他应该会有一个公共的方法 就是提琴 啊,提琴什么呢 啊,我这里的代码写的比较简单 因为我重点是想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对象与对象之间的交互 假设是lamo 意思 teaching 加subject 再加 好,先这样子做哈 先这样子做就不在家了 只是输出一句话 这个老师的对象的名字是在交什么科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把student点加网 好,来完成一下这一段代码 当然这个是在之前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有个私有的学员的名字 然后有个不带任何参数的构造方法和带一个student name的构造方法 以及一个student public stream get a name方法 除此之外哈 我觉得作为学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study方法 study方法 学习 好,学习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两个类哈 一个是teacher类 除了属性 名字和教授的科目之外哈 还有一个teaching方法 那么student类呢 除了哈 他的私有属性nam之外 还有一个公共的study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在student啊 假设每一个student的对象都应该会有一个 都应该会有一个老师来教他 那在student类中 我们该怎么去调用老师类的对象呢 我可以这么做 teacher teacher一 哈 等一 new teacher 要用他带参数的 sindy 逗号 嗯 computer啊 或者是soft will 哈 softwill program running哈 软件编程 看到了没有 我在学生类的study方法中 构造了哈 一个teacher的对象 teacher一 这个teacher一呢 呃 他传递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名字 一个是教授的科目 接下来 接下来 teacher一点 teaching 好 也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是在听老师讲课 好 老师要在教课 再接下来 system.out.println 哈 lem 加 is stating ok 代码写的比较简单哈 也就是说 我这里有一个公共的学习类 学习类里面呢 构造出了一个teacher的对象 因为我在学习 肯定是学习老师的 这样一个教授的东西 所以当我调用老师的teaching之后 好 我自己也是在学习哈 作为学员自己 也是在学习 ok 现在呢 我是构造了两个公共的类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两个类的对象之间哈 至少我学生类的对象 是还没有构建出来的 所以现在我应该构造出一个哈 带有认方法的加瓦应用程序 记住哦 加瓦应用程序的执行入口是 认方法 认方法中的哈 所有的代码哈 会是整个程序运行的主要的 执行的路径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既不在teacher类里面 写 闷方法哈 也不在student类里面写 那种方法 而在 呃 test1类 class test1啊 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讲到 现在 都是在 记事本里面来写代码哈 没关系 很快我们会学会学习 使用这个ide的集成开发环境 用记事本来写代码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ok test1 因为teacher类和student类都没有闷方法 所以你是运行不了它的 接下来test1类的闷方法才是执行入口 在这里的话注意哦 我要得到的是student类的对象 stu1传进来的参数是 jack jack 我把这个jack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构造了一个student类的对象 这个对象是stu1 然后它的名字是jack 接下来 是不是该调用stu1这个对象的study方法呢 的确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test1的执行代码 第一句话 student stu1等于newstudent 就是在调用student类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把jack传到了这里 并且付给了他的成员变量lem 接下来调用这个对象的study 第一调用的是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首先获取到teacher的对象teacher1 传递两个参数 一个是名字cindy 一个是科目softwareprogramming 接下来调用了teacher1的teaching方法 再接下来输出这个学员再学习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编译一下这三段代码了哈 java c teacher.java 这里在报错了 报错没关系 其实我们编程就是一个不断调试错误的一个过程 经常性呢 我们用一个小时编写的代码 可能要用三个小时去 去修正他的bug 比方说调错或者是优化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报错是private string subject 诶 对了这个private好像是写错了哈 iri写成ir 好 重新保存一下 其实有时候我还是非常感谢这种错误 错多了以后就不会再错 而且会提高自己的调做能力 好 teacher.java是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 student.java ok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已经出现了 student.class和teacher.java 再接下来编译 class是大写的哈 class一般是小写 其实知道吗 有时候这些错误哈 是我故意留在这个地方的 就想提醒大家哈 所谓的加瓦语法 其实就是一些规范 这些语法规范呢 你是不可以违背的 ok 现在我把大写的c 变成了小写的c 注意哦 我们生命一个类 一定是小写的class 好 接下来 运行 test.java 应用程序的执行路口 是带慢方法的类 请注意 我只能运行它 接下来看一下 执行方法的输出结果是 Cindy is teaching software we are programming jack is starting 哦 这个jack跟ease之间 我忘记写个空格了 所以他们放在了一起 嗯 我可以把这个空格加上 加上的前提就是我要重新编译 再运行 test.java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哈 Cindy is teaching software programming jack is studying 好 代码正确输出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象与对象之间 到底是怎么调用的呢 看清楚了 在闷风法里面哈 实际上 好 我是溜出了一个 student的对象 stue 那么调用它的study方法里面 去溜出了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就是teacher的对象 teacher1 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类的 一个对象的方法里面哈 调用另外一个对象 所调调用另外一个对象 首先是要实力化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才可能说调用 一定是先实力化一个类的对象 就是先溜 再调用另外一个类的对象的方法 这个就是一个交互 当然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交互方式呢 肯定是有 在test1类的闷方法里面 我不是也在调用student类的对象stue吗 我调用它的前提就是 我要先溜一个student1的对象 那我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那我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我可不可以哈 修改一下代码 把这句话放到这里来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可不可以哈 给一个参数student类 study的类变成了一个参数teacher teacher 这个teacher变成了参数对象 把teacher1吧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newstudent Jack 那么stue.studyteacher1 看清楚了 接下来我要分析一下 这个执行顺序了 这个慢方法的第一句话 变成了newsteacher类的对象 那么newteacher调的是 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把lam和subject的传进来 接下来 我溜出来的是 这个student类的对象 传进来的是student的名字 叫做Jack 这是第二句话 接下来调用了stu1.study 这个study方法的参数 是teacher的对象 teacher1 好 我把这个teacher1传进来 那么实际上这个参数变量 还是sindy 在学习 那sindy在教 programming在教软件编程 然后Jack在学习 重新编译 cima 重新编译 teacher.java java c student.java java c test1.java 接下来java test1 ok 还是sindy is teaching software programming 而Jack is studying 但是我刚才的这两种写法虽然结果相同哈 写法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呢是在学生类的study方法里面去溜对象 另外一种呢是在外界溜出一个对象 传进study方法 注意不管哪种写法哈 实际上都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调用 这就所谓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调用 一定是要溜出另外一类的对象才可能实现调用 因为类的方法和成员变量哈 非私有的只要不是静态的 那么必须通过对象打点来调用 实际上我们是构造出了一个Sindy老师和一个Jack学员 然后Jack学员在学习Sindy老师的课程 好的这就是本次课的内容 当然同学们会发现 诶我这里写了三个加瓦类 虽然最终运行的是Test1 我可不可以把这三个类组装到一起变成一个应用程序呢 当然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我就要演示一下 把teacher、student和test1 打包成一个应用程序 那么就在这里打包吧 打包的时候注意一下 要建立一个清单文件 这个清单文件叫MF Manifestor.mf 接下来我用这个打开 只写入一句话 就是Manclass是Test1代表的有慢方法的率 是Test1 保存以后可以关闭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运用架命令 注意这个架命令看到没有 用架命令可以打包 打包成应用程序 架-cv 用-c vfm 注意 我要输出的话呢 架包的文件就叫Test1架好了 然后Manifest.mf 再然后这三个类都要写进去 teacher.class student.class 不是加网文件是class 接下来Test1.class 好 现在我输出了这个东西 代表这里出现了一个Test1架 好 出现了Test1架 实际上哈 这是一个压缩文件 压缩文件 我用360打开吧 你可以看到 这个压缩文件 出现了一个metainfo 里面有个manifest.mf 还有这三个class文件 好 如果我要运行这个架文件 怎么运行呢 用Java控格 杠架 我这个架文件叫做小写的 Test1架 好 看到了吗 输出的结果 其实就是Test1类的 man方法的输出结果 Cindy is teaching software programming 而Jack is starting 好的 同学们 我们这节课呢 是讲了一个小技巧 如何把多个类 当然只有一个带man方法的类 打包成一个应用程序 同学们学会了吗 下来以后请你们多多熟练 熟悉练习 OK 那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